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叫中国政府抓了加拿大的人质 世界上还有这么颠倒黑白的 还有这么到达一趴的 猪八戒到达一趴都没有他们耍得漂亮 这两个人是间谍罪 偷拍我军事设施 而且工人不会被我反间谍部门给拿货了 这事跟什么孟晚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啊 拿货了之后工人不会 法庭上竹筒刀豆子全都交代了 然后呢 依法被判了 这事啊 判了其中一个 这事跟孟晚舟的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对吧 所以中国是法治国家 你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中国政府就把你抓了 这不是全世界通理吗 这不是谁都会这么认为吗 谁是人质 孟晚舟才是人质 孟晚舟人质是美国 把他当人质 这个人质的本质还比较粗 粗俗形式的 是说土匪绑票形式 拿人当人质 人质的说法都说的比较文走走的 就是网票 但是这一次你知道吗 加拿大扮演了个可恥的角色 就是说他帮着干脏活 美国绑架这个孟晚舟 说小弟你给我干这事 你给我干这事 别人都不干 特鲁多为了表现忠诚 鬼知道这个特鲁多 这个脑回路是什么样的 他居然就把这货借了 借了之后呢 一个烫手的山芋 结果呢 加拿大就被弄得不干不干的 本来加拿大遥远的一个国家 特别是加拿大共产党 当年曾经派一个叫白秋恩 诺尔曼白秋恩到中国来 中国人说到加拿大 总会想到毛主席说的 白秋恩同志不远万里 从加拿大来到中国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所以加拿大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加拿大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传统友谊 因为白秋恩升华到了一种 很失忆的境界 现在叫特鲁多 这帮现在的莫名其妙 跟着美国当 当跟屁虫的这些政治家 搞得一塌糊涂 美国把孟晚舟当任职 加拿大呢已经干脏活 你把孟晚舟呢 给抓起来 而且一关就是一千多电 大家看那张照片没有 找人大家看一看 孟晚舟那个电子脚环卸掉 但是脚上有一块瘀青 那是自从戴上之后 就三年多就没有卸下来的电子脚环 造成的瘀青 所以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孟晚舟她每次出庭的时候 都是呢 穿着尖尖那个皮鞋 然后呢 那个电子脚环亮出来 让全世界看一看 这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耻辱 非法拘禁 非法拘押 绑票人家 任正非的大闺女 试图打垮中国一家民营企业 你们是把任正非的女儿当人质的 这件事情啊 外媒炒作 我跟你说 我们很多年轻人物以为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我告诉你 新闻自由都是有限度的 新闻自由 看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谈 新闻是有立场的 在中国 讲新闻的党性原则 公知就跳起来 说新闻怎么党性原则呢 新闻是自由的 这叫 小幼稚病 无论左派右派 都可能有一个幼稚病的问题 一旦发了幼稚病的人呢 他钻死脚尖 根本就想不明白这件事 这两天 孟晚舟回来的讨论非常热烈 孟晚舟回来讨论 我今天早上看有一个人 是一个 是一个 住在海外的一个年轻人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孟晚舟回来这件事啊 哈哈 说明美国第一次绑架失败 这句话我眼前一亮 到底是不是第一次绑架失败 以前有没有一个技术性失败 或者以前有没有行动失败 这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 这次美国绑架孟晚舟失败 那这个具有相当的概括性 的确啊 证明了当年美国想收拾谁就收拾谁 美国干了那么多脏活 甚至推翻人家的合法政府 发动一次又一次战争 美国人都是指哪打哪 这一次居然孟晚舟这名小女子 乖乖的得给送回来 啊 这件事怎么看 大家你想想 当年美国人收拾日日动支的时候 怎么收拾的 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叫你降降 叫你退出美国市场 叫你把专利让出来等等 那东芝连同丰田 连个毛都不敢花 不敢资啊 对不对 啪一个嘴巴 哈一 啪一个嘴巴 啪啪啪啪 日本人吱吱喊哈一 而且呢 越喊呢 这就越喊哈一 大都越厉害 然后呢 屁股接得高高的 这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这什么关系啊 是主仆关系 主仆关系都说的不准确 应该是说 一个是主子 一个是奴才的关系 是吧铁链子拴着呢 为什么 战败国 没有独立的外交关系 没有独立的外交主权 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 你驻军呢 你军队都自己指和不了 美军不同意不行 你市场上什么装备 都都把设计图报到美国去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决定这件事情 所以日本人呢 日本人当年呢 买买买 在美国表现得很狂妄 好家伙 你有钱 死了死了的 所以美国人就把日本人就就就给收除了 好啊 美国 对日本企业的这种发展 这种打压 日本人没办法 没办法 你打了他的嘴巴 他还凑出来 让你接着打 只打到什么 只打到什么程度 隔壁话 他说 仰手不打笑脸人 只打到 嗨一嗨一嗨一 好 你还能怎么 屁股觉得老高 那好吧 打累了 打累了 铁链子继续养着 日本是美国养的 本来他们俩是掐架的 珍珠港之后 然后呢 美国和日本 然后第二次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人是打日本 是这种关系 后来呢 拴了铁链子之后 美国人突然动了心 死了 特别长时间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人发现 哎 养着也不错 中国有句老话 叫养骨 知道吧 就养一个坏虫子 养一个坏虫子 养骨是个很重要的典故 养骨是个坏虫子 有人曾经提议说 司马能力讲讲中国历史上 尤其是中国古代 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 那些故事很有意思 我当然是对这东西比较熟了 养骨 简单说 就是能够诋毁别人 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 具有某种深意能力 甚至能够预知什么东西 能够呢 总而言之 神神鬼鬼的那些事情 就叫养骨 美国人对日本人 当然不放心 养骨反被骨咬了 这是可能的 对不对 而且日本这个民族 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表面上的 非常沉浮 连这个杀人如麻的柜子手 他都 哼唧唧哼唧唧 唱的樱花生命如此之短暂 但是呢 内心深处 杀人如麻 这就是日本的国民性 美国人当然知道 但是呢 美国要对付另外一个对手 美国人就养骨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人呢 对于日本的这种打压 到最后就以养骨的方式 反正各取所需罢了 美国 对法国公司 那一样 绑架人质 抓了 莫名其妙就抓了 莫名其妙就把人家 二斯堂公司的老板 这个股东就给抓了 这个老板就抓了 高管就抓了 抓了之后呢 莫名其妙 让把你和那些 这个特别恶劣的 刑事犯罪分子 关在一起 关在一起 那把刑事犯罪分子 还不了解 是以为你怎么回事 以为你挤进攻 然后向你传授在里 人家是一个很 一个证人君子 一个优雅的先生 好 刮了一个月 把你放出来 知道为什么关你吗 你有个小错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你把二斯堂的事情 你给我举报出来 并且做证人 你要不做 我告诉你 关着你什么时候 出气可不一定 你要是做了 最多就一个月 好家伙 那你怎么办 本来以为法国公司很强的 世界500强组织上 会来救我的 法国公司还救我 后来发现 一等不来 二等不来 三等不来 发现没办法 那只好去从签字 划牙举报 证据拿到手了之后 结果在监狱里 被关了好几年 后来这个人不是写了一本书 我们这本书 我建议大家都读一读 美国人 美国有关方面 美国谍报部门 美国工业间谍 美国对法国这样的盟友 采取这样的方式 而且 阿尔斯通既然 有句话 老话怎么说 他叫 罪人死到证人手里 尽管证人 驱打成长 那怎么办 那好 第一 复刑 五年多 第二 罚巨款 第三 那好 法国这家的公司 美国人看的就是你这个技术 然后把技术拿了去 然后呢 丢你一点钱 你全球领先 美国 美国就这么看 美国人 把你人抓了 有罪名了 投进监狱了 然后呢 罚款 你有什么办法 技术给你拿走了 美国就是老大 美国黑帮老大 丛林法则 你能咋地 法国也不能咋地 法国最近500多亿欧元的打单 柴电动力 这个柴电动力 常规 常规动力 柴电 潜艇 500多亿啊 都造出来了一部分了 好 澳大利亚说推翻了就推翻了 而且在上次他们开会的时候 这事就已经捏过好了 已经定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 就是一个人蒙在鼓里 那就是法国 法国人被算了 突然间美国和澳大利亚宣布 然后500多亿就没了 马克龙气得暴跳如雷 召回住美国大使 召回住澳大利亚大使 但是拜登菜了个电话 马克龙怎么办 你说能怎么办 法国你是弱势的一方 优雅的法莱西文学 你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 美国是黑帮老大 黑帮老大就是黑帮老大的规则 那怎么办 马克龙说既然安护我 那这样吧 那我再把这个大使派回去吧 但是澳大利亚这个大使 我绝对不能派回去 好 他们俩在掐 那美国人乐见你们掐 你们掐的时候 老大才能坐得稳 最近法国的一帮部长 在一块开会讨论什么事 讨论如果我们开会的时候 讨论怎么对付美国 而我们现在讨论内容 美国人都知道 请问怎么办 这简直是个莫大的讽刺 因为美国通过以色列 对于法国 对欧洲政要 连同默克 连同马克龙 法国的部长的监听 那都是眼门前的事 你说有什么办法呀 在这个世界上 目前还是丛林法则 人类文明现在还在丛林法则阶段 有人当了老大之后 这个老大是个黑老大 你说这个世界秩序 他当老大 有些事情他来决断 他来操控 朋友圈 他是群主 那你说怎么办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 我们从过去一个打工的 然后呢 处在这个低端生产链上的这么一个国家 现在一步一步的稳稳当当 发展到今天那种地步 所以我们的崛起啊 要有空前的这种压力 这种压力就叫前所未有之变局 百年未有之变局 拜登政府 说到这儿好像都说人美国的坏话 美国必须得肯定一条 那就是拜登政府最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放 放人 回头冲 这个加拿大 你给我放人 加拿大自扭 自扭什么 给我放人 孟晚舟就放了 好 那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孟晚舟 漫卷师叔 喜若狂 直接就奔机场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啊 这细节还没有看到 因为现在马上要录节目了 我跟各位说 知道孟晚舟临上飞机前的一刹那 还有消息说 美国人要变卦 有人强烈主张不能让孟晚舟就这样走了 拜登这个选择呀 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当然用不着感谢他 但是呢 拜登政府不做出这个选择 在美国一些政客 疯狂反华 病态反华的氛围当中 拜登的这个选择 肯定会导致什么结果 导致接下来在美国 那些拜登的队里面啊 猛烈的攻击他 那朝野上下打成一锅粥 那也说不定 有人会指责拜登对中国软弱 有人会指责拜登啊 你对中国呢 让的太多了 但是你想想啊 拜登他也难呀 拜登他也愿望 拜登说如果我要对中国方面 我都市强 那这世界上的事怎么办呀 过去地球很大 现在地球很小 小小地球村 什么事你说 重大的事情 没有中国的合作 拜登玩不转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种制约性的关系 而且中国的力量不可小觑 你总要买中国的东西吧 对吧 你总要跟中国在一块商量着 全地球村的事 怎么办吧 碳中和什么碳排放 没中国合作 这事玩不成啊 对不对 孟晚舟获释的几天前 美国 美国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继国防部之后 美国的国务院 也准备 又建立一个中国小组 应对中国挑战 放孟晚舟 是实在不得已的办法 实在忍不住了 不得不放 但放了之后呢 心里又发狠 美国他不是铁板一块 错统复杂的关系 这次是拜登做主 放了 对吧 如果是特朗普 如果是蓬佩奥 很可能就不放 但是拜登这次主张放了 放了之后呢 美国各个方面 心里边的生恨 密切关注追踪 中国在世界上的主要活动 然后呢 这个中国呢 和美国的这个关系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 要有效应对 然后合作 这个杂志里面写了一大堆 无非是连这个什么 余茂春之类的这种 恶言恶语都写到里边 总而言之 要一帮人呢 甚至提到具体数字 大概20个30个 然后呢 中国事务的这个官员 在华盛顿 被派出到美国 驻各国大使馆 监测中国在某些国家的 策定活动 你看这事还还写出来 其实也一直这么干 现在追加力量 就是说呢 这一招 美国人不得不把孟晚舟放回来 觉得自己有点湿的颜面 平衡来平衡去 就这一招 就这一招 旗又走动 希望通过这一招旗 动一子 活全局 但是接下来对中国呢 更大气力围追堵截 这就是美国今天 他们所采取的政策 上一周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是一个外交的热点 就是拜登总统在联大演讲当中说 结束了20年安化战争之后 美国将开启一个 坚定不移的外交新时代 美国的秀才也得天天整词 弄点心词 中国不是讲新时代吗 拜登现在也学中国 说新时代 什么新时代 外交新时代 什么外交新时代 坚定不移的外交新时代 这什么什么坚定不移的外交新时代 是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开启的 一个坚定不移的外交新时代 所以单位领导 你发现没有 单位领导开会的时候 每年都得弄出一些新词来 哪个国哪个单位都差不多 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外交 坚定不移的外交新时代 在拜登先生领导之下 到底什么意思啊 他没点名中国 但是拜登的讲话当中表示说 美国将进行激烈的竞争 拿啥竞争啊 因为价值观和实力领先 支持盟友和伙伴 注意啊 这是拜登路线 价值观 自己的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的价值观呢 是说的很多 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宪政 问题是美国的这些行动 连你的盟友 比方说德国法国 人家都看不清你的价值观了 你的价值观落到地上来 就是 就是大哥你不仗义啊 就是大哥你为了自己合适 你自己能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 所以你玩价值观没用 还有实力优先 如果你的实力真如 二战刚刚结束那时候 或者如苏联轰然倒塌那时候 那么强大 你也放不着 今天呢一方面拉着美国 拉着这个 拉着这个德国 拉着法国 拉着各位小弟 放不着这样 对不对 你自个就一样了 你就像特朗普一样了 论着往前 老头一个人杀到前面来 最后呢杀人一千 自损一千八 回去了之后 拜登现在拉着大家 也就是说实力不行了 老头自个儿盯不住了 老胳膊老腿了 现在呢 那那那怎么办 那只能靠靠盟友 但是靠盟友 美国的这种呢 自己占牌占惯了 老大当惯了 这种的蛮横无理 极端自私的毛病不改 盟友他也不傻呀 所以现在 在世界上 所有的国家 你像啊 澳大利亚和这个 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他是死命了 就抱一条大粗腿了 那那那 如果刚跟国家 得同意中国才能进去 对不对 美国人原来以为 中国肯定进不去 因为他们设定了一个标准 就是这个朋友圈里面 必须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红嘴唇 画成那样的 眼神要画成掉眼的 总而言之 有些莫名其妙的 具体的技术标准 说中国达不到 但是呢 现在发现 中国还真有可能就回来 而且一旦回来 美国就会 非常之麻烦 那 为什么中国有可能回来 就因为这几个决定 中国回来不回来的 这些国家 他们无一例外 中国都是他们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 是啊 你可以玩你的价值观 你可以玩你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 毕竟这肚子诚实 身体诚实 总而言之 美国人说 从实力的地位 同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知这一套 但是中国的大踏步的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们工业的发展 我们经济的一花独放 我们欣欣向荣 生生不息 那还真是 你说中国是 中国不是世界工厂 谁是世界工厂 因此 把话说回来 孟晚舟这次顺利的回到 祖国 是中国实力的彰显 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 一个具体的缩影 孟晚舟顺利的回到中国 美国第一次绑架失败 绑票失败 感谢收看 谢谢 下期见 感谢观看